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定语从句 上次我讲了一个雷点,就是who跟whom的分别 当然在现代口语当中,其实你用who来代替whom也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可是我们为了精确、准确或者是为了更加正统一点 我们还是应该去分清楚who跟whom的分别 那今天我再来扫一个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句子当中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relative pronoun或者是relative adverb来填空 OK,想好了吗? 那第一个句子当中呢,我们应该用的字应该是which 第二个句子当中呢,我们用的字应该是where 那我们当时在学relative clauses定语从句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老师只会告诉你们听说看到地点就加where 看到什么一些物件啊,物品啊就加which 其实呢这个说法是不严谨的 今天呢我来教你们怎么样去快速判断到底是用which,where还是when 好,其实呢要分清楚relative pronouns跟relative adverbs呢非常非常的简单 大家看一下红色的字 那relative pronouns呢引起的后面的句子呢是不完整的 而relative adverbs引起的后面的句子呢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这就是他们的分别啦,relative pronouns引起不完整句子 而relative adverbs呢是引起完整的句子 所以呢大家在判断用什么词的时候呢要看一个是它的意思呢 它的先行词是什么样的物品 第二个呢也需要看它后面引起的句子是否完整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个练习 好,怎么样去判断句子是否完整呢 我们看的是空格之后的句子 我们看的是空格之后的句子 比如说刚刚的练习当中一二题,一二句 I was born in和I was born 那很明显第一句话呢是不完整的 因为呢I was born in where,对吧 这个in后面,preposition,借词后面少了一个兵语 我们知道中文和英文呢都有一个叫做借兵结构 preposition后面一定要加一个object,加一个兵语 这个是叫做借兵结构 所以一个句子呢如果是用借词来结束的话 它一定是一个非完整的句子 那很明显这边少了一个物品嘛 而且我们在读的时候也可以发现I was born in 很奇怪,对吧,好像话还没有说完 而I was born作为一个被动语台,一个passive voice 它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比如说I was born,the window was broken right,它是一个完整句子 那所以呢在不完整的句子当中呢 hospital是一个非人的物品嘛 我们应该用的是witch 在完整句子当中 hospital它是一个物品 它也是个地点,对吧,医院也是个地点 所以呢在完整句子当中 这边应该是where 我们再做多一个练习 我们看三四句 同样的道理大家判断一下 到底是用which还是用where sentence 3 I first met him in a park 然后空格 was near my home sentence 4 I first met him in a park 空格 there was a huge lake 三四题 虽然先行词都是讲a park 可是呢 因为根据后面定语从句的完整程度 我们应该选择不同的单词去填空 那第三题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这边呢应该是用which 因为was near my home 是一个不完整句子 什么是was near your home right something is missing the subject here actually is missing 主语 缺少主语 而sentence 4 there was a huge lake 这个已经是一个完整句子了 所以呢 park 作为先行词 它既是个地点 也是个物品 我们可以用where 那when和which 同理也是这样子分 我们来看一下练习吧 这样子有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